每一个提示都特别珍贵 每一个提示都 但是呢 慢慢整个一系列全练完了 那两个月 不光是练习 练习太简单了 你每天站在电子上 可能就一个小时 对吧 练习太简单了 你就做动作就行了 我每天两点起床 我个人两点还没睡呢 你真的特别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真是时代不一样 你看现在初学的同 初学者都就是 现在他都不收了 就印度练习都得是 一续的完成以后对吧 对 现在就完全没有这机会 我觉得你真的太幸运了 你能 哦 我真的觉得这点我特幸运 太幸运 你从一开始 就是跟着正规的正规的来 所以你身心都是正规的瑜伽开始的 没有走过弯路 真的是 而且特别幸运两个老师 那个Grooji的两个 你都跟着学过 太棒了 对 我都跟随过 这一点我确实觉得自己特别幸运 而且我觉得我学到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呢 可能我体式没有别的 比如说同样练个十几年的习练者 可能体式会比我练得多 因为我们只有每年去印度两个月 然后呢 每年去印度两个月 其实老师给你的体式 都是你人生中第一个体式 因为我除了这两位老师 后面从第二次开始就跟小拉斯基练习 我除了小拉斯基以外 平时我是没有老师的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体式 是在他给我之前我练习过的 等于所有的体式都是在他的 怎么说呢 他的这个脚下练习 对对对 所以你每一个体式都特别珍贵 每一个体式都 但是呢 但是每一个体式 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一个体式 其实你并不知道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到 对吗 但是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那种小欲望吗 就想着啊 我怎么才能快一点做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无论你练习到哪个级别 或者是你练习多少体式 你练习多少年 人的欲望是永远在那儿的 对吧 欲望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但是我觉得越练习瑜伽 欲望在那儿 但是我们对待欲望的态度是会变的 可能我们在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欲望在那里 我们看到的只有欲望 所以我们就会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 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 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想办法怎样才能做到 吃饭也想睡觉也想练习的时候也想 但是我们练了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可能就是知道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在电子上去想怎么样去做到它 如果没做到可能不会在五年十年以后 在吃饭也想睡觉也想了 然后练到十五年二十年的时候 可能就是电子上也会努力 但是对于能不能做到的这个结果的执着 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我跟老师练习的时候呢 体式的得到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练得不快 你看我十二年才练了三序列的前面三分之一 其实不快 我们现在都知道全世界 大家因为现在的这个就是网络平台 对非常发达嘛 你很多时候都能看到一个练习瑜伽 没有几年的这个洗练者 他可能已经完成了三序列 或者是已经可能一序列半年就练完了 然后二序列两年就练完了 三序列四年就练完了 其实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周围是很多的 我们在网络上包括我自己的教室里都有 所以呢在体式的数量上我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在体式背后我学到的真正的瑜伽 特别特别的多 就是我自己跟我十二年前的自己相比 没有人在认识我 十二年前认识我的人现在见到我 可能都不敢跟我打招呼 因为就算我长了一张同样的脸 但是他不觉得是一个同样的人 可想而知瑜伽改变人的力量是多强大 对就是气质完全不一样 我我我完全我看我爸妈 哎这是我我最好的学生 我爸妈 我看我爸妈真的就是练完瑜伽之后完全就改变了 完全撞了也不一样 嗯 好棒啊 对包括周围的一些人 我觉得确实瑜伽对应该改变太大了 哎你就是你看啊姐姐你你跟两个老师都学过 你觉得他们两个老师的能量特别不一样吗 上课风格也特别不一样 哎能量不一样 风格也不一样 但是最终我感受到的传达到我内心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嗯 比如说我讲一个很很小的细节 我在第一次做马里棋B的时候 嗯 那时候在妈妈班 妈妈让我的脚和膝盖分开了 等会我不不好意思打断 你学到那的还在给妈妈班上 就是你 哇塞那那他就初级初级到这 初级到这 妈妈班学到哪个动作 给的很快 啊妈妈班的动作给到哪个 你是哈佛都学网了吗妈妈班 然后才调到 我在妈妈班整个一一系列全练完了那两个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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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能做的不能做的 你都都给我做了 哦 哇塞 嗯 其实我拐一个弯啊 在最早最早以前 我们知道Pater B. Joyce 但是在教他的前面几代的学生的时候 特别是他的儿子 他在教他的儿子 Mondrew Joyce 现在住在美国 Pater B. Joyce的亲生儿子 在教他儿子和他儿子的朋友这一代人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给体式非常快 嗯 我很亲爱的Eddie老师 他可能在三年当中就把一到三续里还是一到四续里全练完了 嗯 就是那个时代 嗯 好像没有没有特别严格的是 你必须从后弯站起来 你才能练Pasha Sanna 你必须睡归榜上 你才可以练Galabindasana 嗯 那个年代没有那么的严格 就是感觉你差不多 你再练一练 你可能OK了 就有可能给你下一个提示 嗯 而且我觉得 现在实在不一样了 真的不行了 然后萱萱我自己的感受啊 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自己的感受呢 是因为随着物质文化 物质文明和我们的精神文明的发展 越来越背道而驰的原因 嗯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 物质文明太发达了 我们想要任何东西都是 信手年来的 24小时的便利店 24小时的自动提款机 人类已经失去了耐心了 不愿意再为任何事情 付出努力和付出等待了 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 你看以前 以前去到印度 要花一个星期才能 在路上走一个星期 才能到印度啊 嗯 对 现代人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所以他唯一关注的就是 下一个是什么 What is next 嗯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是什么 所以呢 可能是这两位智者 阿玛吉和沙拉斯吉 为了修正现代学生的 下一个体识是什么 下一个体识是什么 才提高了对体识的要求 宗旨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是教会我们 活在当下 知道当下应该做什么 而不是永远把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交给欲望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是什么 所以现代的习练者也是这样的 在我刚刚去Maiso的时候 给不可以体识真的无所谓 每一个人哪怕排一个小时的队 进去练五个A五个B 出来照样 脸跟看了花一样 特别开心 但是现在 先生你 你肯定了解 现在让你去Maiso 去沙拉斯吉班 排一个小时 进去让你练个拜日 A拜日B出来 可能第二天你买鸡票回国了 是吗 所以对 学生的质量也在改变 所以我真的觉得 沙拉斯吉和Maiso 他们是传承的大智慧 真的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阿汤的宝贝 对对 他看到了学生们的问题 然后纠正 对吧 我觉得真是时代不一样了 对这么想要 对对 他看到了 对对 他看到了学生们的问题 确实是以前 大家其实去印度 真的就是为了练习 就是 对 他也没有什么证书 什么都没有 而且知道的人特别少 没错 他可以能 花这么多精力 到印度去 我觉得大家都是 态度也不一样 你看现在可能 别的原因 对 他可能就是为了拿提示 拿证书啊 或者是 对对 就是可能各种各样 别的原因 所以大家想法不一样了 老师可能 对 我觉得我现在 我觉得姐姐你看你 现在教课识别能觉得 就是学生老师听着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这个会了 然后过来之后 看着老师今天叫不叫我 对 老师没叫我 在那稍微 稍微擦擦汗 准备一点 还没叫我 还没叫我 对 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说 我能看到你们 你们每个人 每天早上来了以后 就是头前面 带一个钩 钩上呢 会有一个钩 你们是来钓鱼的 对 看今天能不能 今天能不能学下一个 是吧 今天能钓着什么鱼 对对对 就是现在 确实是现在社会不一样 你看你想要什么 现在没有啊 去逛个商场 现在都不用出门 在网上两分钟 你可能一点 两分钟都不用出门 立马就是东西就能到家 以前不一样 所以真的是 我也特别有体会 学生对体式的欲望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代人 每一个人都需要瑜伽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喜欢运动的 不是只有寻求身体健康的 不是只有寻求内心平静的人 才需要瑜伽 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瑜伽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只要是人都有欲望 每一个人最终怎么样能够避免痛苦呢 就是学会怎样正确的处理自己的欲望 对 所以瑜伽就可以教会我们怎样处理自己的欲望 怎样跟自己的欲望相处 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体 哪怕你的身体不健全 你的欲望是一定会在那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一个现代人都需要瑜伽 因为我们都要学会怎样跟自己的欲望相处 姐姐你是不是往不大好 刚才好像有点卡了 是不是 可能是 你生意没有卡 刚才画面好像特别激动的时候卡了 我真的是觉得练完瑜伽之后 就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其实你还是你 你还是这么活着 就是可能你活得更明白了 然后看到事情角度不一样 不光是练习 练习太简单了 你每天站在店子上面可能就一个小时 对吧 练习太简单了 你就做动作就行了 但是练习之外的东西特别重要 对 真的学学我有特别特别深的那个同感 我前两天还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 我说 我说以前觉得体式是最难的 现在觉得什么事都比练体式难 真的是 真的是 体式现在确实是太有体会了 那王艳姐你就是这么多年 你都是一直在自己练习是吧 对 就是每年两个月 然后去印度找老师练习 其他人都自己练习 没有辅助 那你那些动作都 就自己练 就是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是我当时还住在东京 一年到一五年这一年 是有老师 对 对 我在东京跟Culanti 一位意大利的老师 是常做这种练习 在管理 对 然后那一年之外 就是剩下的十一年也是一个人 那你现在是每天几点起床练习啊 我每天两点起床 好不然两点还没睡呢 对 所以我能在朋友圈跟别人说早安 然后别人跟我说晚安 两点起床 然后几点开始练习啊 三年半 对 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是那种 不能起床以后 马上站在电子上 你是那种马上可以上电子的人吗 是 咱俩 我不是起来就是 就是马上就能练 我练不了 我起来我得晃一晃 我得稍微溜的 喝咖啡 然后呢 稍微练一种 对 准备准备 对准备准备 我可能给你快一点点 我可能四十分钟吧 我见过 我见过女生啊 从起床睁开眼睛到电子上十五分钟的 我太羡慕了 你想我这一个半小时 她都练完了 练完了 对 然后对 然后你三点半开始 就自己在现在在教室里练 就是你现在的教室是吧 三点半开始练到六点半 练到六点半 对 哦 学生蛮大的 嗯 我的提示没有那么久 提示大概两个小时十分钟 然后我会做 我会做那个调息法 做完调息法 我还要做三十分钟的静坐 然后正好是六点四十左右 我就开始上课 哦 哎 那你那你现在姐姐 你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第三序列 对吧 然后你每天这三序列都都做吗 还是每一天练的安排不一样 嗯 那我嗯 周六肯定是一序列 嗯 然后周日休息 然后周一有的时候我练二 有的时候练二加三 对 然后呢 中间是不变的 周五我看我的状态 如果我累了 我就退回到二 或者是退回到一 对 哦 哎 第三序列是怎么练的 第三序列就是你要把第二序列全都做完 然后加第三序列是吧 对 就跟你练怎么练到二是一样的 哦 你现在平常了 所以只练二 但是当你只 当时当你只练到 ekapadashirushasana的时候 你是把一序列减到一半 对吧 对对对 嗯 二和三是一模一样的 我现在还还没有练到那个点上 所以我是整个二全链 然后三的 三分之一 现在是最累 最长的那个系列 是吧 最长的那个 而且你知道吗 那些手臂平衡对于我来 因为我是一个上半身特别软的人 我就上半身是特别软 所以我背部的肌肉是特别特别弱的 然后那些手臂平衡简直了 做一个我都能哭半天的那种 哈哈 王燕姐太厉害 下游抓气感 太厉害了 没有 太厉害了 想都不敢想 你是比较平衡 你是柔刃和力量平衡 我是宽很将节 然后我的胸腔很柔软 柔软但是没有力量 肩好肩宽 然后胸腔开了 是吧 腿长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不是软 是腿长 然后沉 做动作不好做 哈哈 是不是 腿太长了 王燕姐的腿太长了 哈哈 这儿一下子上腿 腿太长了 好吧 我们再聊聊 已经陷入到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身体比例 真是 哎 那你像那些动作你怎么做 就必须有一些 你像第二系列 就是这个 啊 就是这个 必须得有人 你怎么做呀 就这些 必须得有 你知道我们教室里有一个立幕架吗 哦 我把自己的膝盖卡在立幕架下面 啊 就自己做啊 那 那抓脚什么都是自己抓是吗 就是最后这个自己抓 哦 我 我从来 我在麦索以外 从来没有在户外当中去抓过脚 你就每年 抓膝盖 就是每年 就是抓膝盖的时候 是在麦索时抓啊 平时都不 只有在麦索 对 首先呢 这个可能 我并不是说去违背老师的教授嘛 我觉得抓不抓小 没 个人差异吧 我觉得抓不抓对我来讲 无所谓 我对这个没有执着 对 我觉得我在后弯当中 做到了我的身体 想要努力的度就行了 嗯 我 我以前也会害怕 啊 一个人练习的时候 都不抓都不练 去到麦索 抓不住了 会怎么怎么样 那是以前的那种 就是刚刚开始练阿堂的时候的那种 所谓的恐惧 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些想法 但是我发现没有 我去了麦索 老师帮我是照样 还能抓到哪里 还能抓到哪里 对 不用担心 你做不了 嗯 对对对 所以 呃 我后面来就决定 嗯 因为每天 因为每天抓的话 其实对我 对我自己啊 对我自己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你知道我要辅助很多学生 盘很多的水龟 做很多的 Kalanda Vasa呢 提起来 然后做很多的后弯 其实我每一天辅助完以后 我的下腰部都是特别特别疲劳的 所以我在自己的练习当中呢 不想给他太多压力 嗯 因为这部机器还要跟我赚几十年呢 对对对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麦索的时候 其实那个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早上那两个小时练习 然后一天就可以休息 哈哈 是吧 你看你在这多忙碌啊 然后不光是身体上边 精神上边也特别紧张 没错 所以不适合 就是做强度太大的练习 对 只要不超过自己的能力范围就行了 对对 我也特别恐怖 就是抓脚 我就是 我都小的时候练舞蹈都没有抓过脚 从来都没有抓过脚 我是去印度之后 开始抓脚 第一次我也是沙拉紧 帮忙抓的 那之前都没有抓过脚 我都没 我都不敢想 那两个月 就第一次去印度两个月 每天都抓 我的妈 她怎么每天都抓脚 周明 周明 想让司机 知道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他才会这样帮你 我妈要抓脚 今天要抓脚 就是从下腰开始 就是抓脚 抓脚 怎么办 明白 其实 但是当时真的是 我觉得 而且你看 其实我回来自己练习的时候 就包括跟CIA老师一块练的时候 我也很少 基本上不抓 不抓脚 但是一到印度 你一看见老师 我就不知道力量就哪来的 就是 对 必须得 必须得抓 不抓不行 对 然后老师真的是有这个能量 真的 就是其实他也不 你看到他 你就觉得 我必须得好好练 就是 就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对 对 是的 那你现在每天 就是 就学生从六晚班 开始来上课 大概是每天 能来上课的同学 有多少人 一百人 我觉得你看 我看 我看你那个视频 我人几人 人特别多 没有 最多 ACD 在这四年当中 最多的时候 是80人 每年 最多的时候 然后现在是 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太 就是 对我来讲也好 对学生来讲 too much 现在是一个 很稳定的状态 就是每天有40 多的时候50 少的时候30 这个样子 对 因为大家那个 练习状态不一样 有一些人 他是每天都来 然后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有事什么的 所以练来一次 对 对这种人 对对 还有呢 你说 还有抓逼的那种 是吧 就偶尔来练一次 对对对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因为 那个时候 成都只有 阿什汀汀 的成都 但现在呢 成都有 很多的 麦索的教室 所以 对 大家会 有更多的选择 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事情 因为以前 两个小时 来教室 练习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再回去的学生 也很多 我觉得那样 太辛苦了 也可以说 没有必要 每天去 这样去 去 去用自己的时间 因为时间 其实就等于生命 所以如果 在自己 究竟的地方 又找到一个 自己能够信任的老师 其实是最好的 你现在好多学生 自己都 开馆了 是吧 大家都开馆了 学生特别多 我看你现在就是 每年全国 这个工作坊 都做不完 这儿跑 那儿跑 就特别忙 我们先去那儿玩 对 王爷姐 好多学生 都大老师 都拿证书了 是不是 都开馆了 真的是太棒了 我觉得中国 咱们国内 就是推广 阿斯汀汀 真的是 从王爷姐开始 开始推广 真的是太那个 太伟大了 我特别鼓励 我的学生 自己去做馆 因为呢 其实 中国有句话 叫做 教学相长 就是 你在教的时候 其实你在学 对 所以呢 你很多时候 自己练习 学不到的东西 通过你去教学生 你能学到 甚至你自己 肯定能够 有共鸣 因为你就在教学生 对 所以我特别鼓励 我的学生 出去 自己去做教室 哪怕你不开馆 你可以去做一个 小的麦搜教室 然后你可以去 带一个麦搜课 我特别鼓励 大家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 得到了 就要分享出去 学到了 就要交给别人 这才是真正的 这才是真正的 这个 我觉得才是 真正的瑜伽 而且我觉得 瑜伽 它不是你的瑜伽 它不是谁的 它本身 本身就不是 自己个人的 一个东西 所以 或者是 分享给别人 我觉得这个 才是真正的 它本来就不是你的 是的 我们最终 只能做一个载体 只能做一个管道 对 传承 要么怎么 瑜伽是传承 它就是 一代一代这样 口口相传 传承下来 不是谁的瑜伽 是大家的瑜伽 大家都应该练 是的 是的 而且老师的能力 也是 他能波及的面 也是有限的 他就一个人 他不可能走到 全世界的任何角落 所以他有了学生 然后学生 应该是 他的能量的延展线 去帮助老师 让阿汤 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 所以我们的使命 是把我们从老师那里 学到的东西 尽量的 客观的去分享 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 自己好好练习 是重要的 是一部分 是一个初级的阶段 那么到了中级的阶段 可能就是 你要去帮助老师分享 因为老师 不可能触及到 所有的维度 所以呢 作为学生的第二个阶段 应该是帮助老师 去把这个 伟大的智慧 去分享出去 对 对 我也是 我现在其实 就是教课呀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想的是 我有 我知道一个特别好 特别珍贵 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我想告诉你 其实就是这个 我想告诉你这个欲望 其实有些时候 不是说你要怎么样 就真的是 而且我觉得瑜伽 是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你像好多人 他可能都有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好 他都想练 但是真正 能站到垫子上的门 人特别少 他有这个想法 他可能十个人里面 十个人都想练 但是最后真正 站在垫子上门 也可能就那么两三个 但是能够练习下来 就那么一两个 对 对吧 就是他是这个 他不是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好 但是呢 真正真正能够练习 能够体会的人 特别少 没错 所以 还是 我觉得还是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去努力 我们也需要做 很多的努力 而且我有时候 也特别矛盾啊 你知道因为我 因为我的体势 都是从我的老师那里 你像王燕姐 你更珍贵 你是从 你是从沙拉机那里 直接 是从掌门人手里 直接接过来的宝贝 就是每一个体势 你都是从掌门人手里 接过来 他每一个体势 都特别珍贵 在交给别人的时候 我特别想 就是告诉他 这珍贵真的特别好 你应该好好练 你应该好好练 但是他想练 他不动的 这些 怎么说 我就是有时候 也特别矛盾 我要一直追着你吧 好像这个东西 不珍贵了 就是他本来是 特别有价值的 然后呢 我想把这个东西 分享给你 可是他不珍惜 就是我有一个宝贝 我给你了 你没有好好的 对待他 我觉得特别可惜 想出广越很难 就感觉 这么好东西 竟然 这么珍贵东西 我给你 然后你没有认真对待 我就觉得特别可惜 所以我在推广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矛盾的 我很想就是 完全的告诉大家 这个特别好 特别好 但是你真的给他了 他不珍 他不珍惜 他没有做好准备 我就感觉 我把我老师 给我的东西 给浪费了 就是他本来是价值 他本来是 他是个咒语 你跟着我念 你就能得到价值 他没有念 他拿到了 但是他没有好好对待 所以我觉得推广 其实真的挺难的 就是你要 大家改变观念 特别难 其实比他连奇 还要难 就是这个观念 而且我又觉得 这个东西这么好 我给你了 我都是一个一个 因为咱们学体式 都是一个一个动作 学过来的 都是你的 你咱一个动作认可之后 你从老师的手里 接过来这个动作 然后你再把它给别人 你给他 然后他不珍惜 我觉得 哎呀 我感觉我对不起我老师 因为他这么相信我 我给我 然后给别人 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我 特别矛盾的一个地方 学生我特别理解你 我也是从你的这种状态当中 走过了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的 现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你有两匹马 然后呢 你想让这个马去喝点水 所以呢 你的任务是 把这两匹马 牵到河边 对吗 嗯 然后你的任务就结束了 其实先生 嗯 这个马喝不喝水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嗯 就是其中有一匹马 确实渴了 他会自己马上低下头 去喝那个河水 嗯 另外一匹马 他没有渴 你去压他的头 他可能也不会张嘴 你去把他的嘴掰开 他可能也不会去伸舌头 你去把水灌在他的喉咙里 他可能咽下去之后 他会非常的不喜欢你 他会 他会就是把你推开 对吗 所以作为传播者 我们的使力 就只是 把 把这些人引到 引到这个河水边上 至于他喝不喝这个水呢 是这些人自己的选择 嗯 那我们只要努力做到 带他们看见水了 我觉得我们就已经 没有辜负老师了 嗯 对 我记得有一次 咱们那个印度开会的时候 然后也是有同学 就是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教的 让他不好好练 就是这种问题 哈哈哈 就是就然后你知道 沙拉 当时我印象特别人 他说只教想学的人 对 他不想学 不要教 我当时觉得 这个答案确实是太太 只教想学的人 东西再好 你看不见 我告诉你了 等于废话 等于为你看到 他的价值 对 对 价值是存在于 有需要的地方的 在一个不被需要的地方 任何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 对 再好 再好 他不认真哈 然后也没有用 嗯 所以就是 真的是老师跟学生 同样重要 光老师没有 没错 学生更重要 两边都要平衡 是的 所以我们既要做学生 去去理解 作为学生的想法 同时我们也要必须去做老师 然后呢 通过自己站在老师的角度上 去理解自己的老师 哈哈哈 想当年 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是多么的慈悲 然后自己的那个很顽皮的那个状态 对 放荡不羁的那些当年老师是怎么慈悲包容过来的 然后我们去学习 哈哈哈 我也有拖拉的时候 也有不好好练的时候 哈哈哈 老师得 我也有很叛逆的时候 对 对 有一次夏洛斯基说有一个体试 他说这体试这么简单 然后我非常气愤的站起来说 他一点也不简单 然后他吓了一跳 然后退了一下 然后走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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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意思了 嗯 对 哈哈哈 嗯 这边 嗯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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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